彰化县政府24日上午在彰化演艺厅 举行112年国小模范儿童表扬活动 县长王会每颁奖表扬452位模范儿童 肯定敦品力学奋发上进的精神 并且祝福所有的孩子儿童节快乐 我们整彰化县总共有452个同学受表扬 每个同学都非常的优秀 特别谢谢校长及老师们 在学校无思无回的对孩子们的照顾 让孩子能多元展才 除此之外我们在26号在园林园 也有我们一系列的儿童节的 一个中华小孩的party time的活动 包括有鲨鱼宝宝的见面会 还有非常多孩子们喜欢的闯关游戏 四月份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六个剧团八场儿童剧 也欢迎我们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 喜欢武术的原因是可以在训练之中找到成就感 然后可以强身健体 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生病 学了武术之后身体就变得比较强壮 我十分荣幸可以当选模范儿童 这都要感谢同学们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可以赞上县政府的舞台赢奖 也要感谢最六年来每一位老师的教导 还有最重要的家人和朋友在背后默默支持我 做我最强的靠山让我茁壮成长 在未来的路上我会更加努力 求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能当选模范生我很开心 我要感谢老师的鼓励和同学们的肯定 我在校热心教导同学功课 亲切有礼貌 也积极参与校内的比赛与活动 今后我会更加勤学 带着这份荣誉帮助更多的人 王惠美县长感谢校长们及老师们的用心 并肯定所有获奖模范儿童的优异表现 同时他也邀请大家踊跃参加 儿童节系列活动同盟会party time 以及四月份每个周末假日的八场儿童剧表演 一起来欢度儿童节 公益频道林义俊 彰化采访报道